早安 歡迎收看台詞晚見新聞 我是劉宜涵 新聞開始來關心 桃園中壢有一部轎車 為了搶快 硬闖平交道 結果柵欄瞬間放了下來 它的車子就被卡在裡頭 進退兩難 而當時有一名熱心民眾看到了 趕緊上前 他用手把這個柵欄抬起來 讓車輛能夠順利倒退 而當這部車一退到安全距離時 火車立刻是高速通過 直差短短幾秒鐘 可能就會發生一晚 一台白色轎車卡在鐵軌中央 進退兩難 有位熱心的男子 不慌不亂的走向前 用力把欄杆往上舉 讓轎車能夠慢慢後退 回到馬路上 沒過多久 只見火車呼嘯而過 虛擬一場 事發在上個月22號桃園中 立新人入平交道 白色轎車一次搶快 不理會警鈴響加速前進 結果卡在平交道上動彈不得 車上是一對母女成功獲救後 平平跟吳炳寧道謝 但舉起欄杆這個動作 鐵道管理員認為可能會對儀器造成影響 電物段的儀器範圍 他也建議大家遇到這種狀況 第一時間可以按下緊急按鈕 在800公尺以外警告燈會亮起 提醒司機前方有狀況要減速 民眾除了在有限的時間內將車推理平交道 如果真的時間不夠 警鈴響起代表火車即將要靠近 要馬上逃離現場 再看一次驚險瞬間 轎車卡在平交道上 男子趕緊把欄杆抬起幫忙脫困 雖然動作可能有爭議 但畢竟人命關天 關鍵時刻只能靠民眾當機立斷 記者林祝強桃園報導